玫瑰紅綠枝 玫瑰紅綠枝是嘉義分手 它名花出來 他們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 培育出來一個新的品種 玫瑰紅它最重要 它不是最重要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非常好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的顏色非常鮮豔 第三個 它有玫瑰的香味 最重要的 玫瑰紅我們把它稱作拉鏈綠枝 為什麼叫拉鏈綠枝呢 因為它在它的底部這邊 將來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條旗篷線 我們在吃的時候 是從後面把它剝開來 剝開來裡面 一個很堅硬剔透的果肉就呈現了 吃起來非常鮮 非常好吃 這是我們玫瑰紅它最大的特色 摸給大家 感谢观看